放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,过于频繁的放屁,有时也是身体发出的警告。 放屁反应健康状况,放屁增多,饮食不均衡有时放屁过多,与吃了过多的淀粉类食物有关,如市场上出售的甜食、红薯、土豆等。 多吃面食的放屁也多,这类食物使肠腔产气过多,导致放屁增多,粪便量加大。 此时应当减少淀粉类食物,增加蛋白质、蔬菜类食物,使饮食达到平衡。 放屁很臭,吃多了蛋白质食物在重面前放臭屁最不雅。 臭屁有两种情况,一是大便吸糖,放出来的屁使臭味很浓,如果大便排出,屁便中止。 从这一点来看,屁是使头是有道理的。 二是屁的臭味特别浓,如同臭鸡蛋一样臭不可闻。 这是由于进食过多蛋白质类食物,使肠道发生了食物滞留。 滞留的蛋白质食物在消化道内被分解后,产生了暗类,暗就具有这种恶臭味。 解决的办法是减少食量,特别是减少含蛋白质类食物的量。 没有屁放,疾病信号如果长时间不放屁,说明问题严重。 新生而不放屁,要检查是否唯无肛症或肛门发育不全。 大没有屁放,腹部发胀如骨,说明腹部胀气,这就要考虑肛门直肠是否有毛病,如炎症、肿瘤、便秘、痴疮等,必要时需肛门插管排气。 患有肠套叠,肠扭转,肠梗阻无屁,是因为屁被肠子堵住。 如果无屁放出并伴有剧烈的肠脚痛者,必须紧急到医院求治,作为急诊进行抢救处理。 此外,胃穿孔,蓝尾炎穿孔形成的腹膜炎,腹部发应,处之剧痛,也可无屁。 老放屁可能是这九个原因,一,便秘,当粪便在肠道中无法移动时,门会感到自己排气更多,这是因为粪便主要是由细菌构成的,细菌在体系统内堆积的数量越多,发酵后排放出来的气体也就越多。 此外,有些虽然排气量不比别多,却更为敏感,比较容易负胀,胀气等。 二,激素分泌改变,更年期女性或激素分泌失衡患者,其肠胃运动不如年轻时那么活跃,也会出现排气增多的现象。 一般来说,经常运动和服用益生菌有助于缓解。 三,乳制品是太多,即使是乳制品耐受群也会因年龄增长而发生改变。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体内用于消化乳制品的乳酸酶的数量会有所减少,因而过多食用这类食品就会让感觉不舒服,排气增多。 四,吃饭太仓促,如果你吃饭的速度太快或边聊天边吃饭,就有可能吞咽下大量的空气。 空气是由各种气体构成的,当你吞下大量的气体之后,也会生成更多的气体。 当达到一定程度时,这些气体会想办法排出体内。 五,对肤质敏感,如果身体在分解某些食物时存在困难,就会导致排气增多。 例如,有吸收不良或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会对肤质更敏感。 六,细菌失衡,细菌会对门所吃的食物进行发酵。 这一过程发生在结肠里,但有些结肠细菌由于过度生长而进入小肠。 因此,食物被消化前,就与细菌发生了接触,生成了气体。 有些患肠胃炎后,肠道内的菌群组成发生变化,肠道内细菌失衡,也会排气增多。 七,不经常喝水,当门喝水不足容易造成便秘的情况,毕竟身体中的代谢物质需要经过分解才能排放出去,喝水刚好能够帮助身体进行分解。 过多的杂质在肠道中,会让肠道运行出现紊乱,这些废弃物不能彻底地排出,会让门感觉到排气失常。 时间异常这些代谢物会产生细菌,过多的细菌在身体中堆积,会进行发酵,发酵的气体要是过多,容易出现负胀的症状,进而会出现放屁的情况。 八,放屁食物,最容易引起放屁的食物有花椰菜,洋葱,大蒜,白菜,麦片,面包,豆子,啤酒,芥兰,生苹果,鸡蛋,橙子,西红柿,草莓,牛奶,葡萄干,橡木桶装白酒以及大部分的水果和蔬菜。 因此,素食者放的屁更多,但是味道淡得多。 PS,能够吸收屁味的东西有木炭片,薄荷和生姜。 目前有一种填充了木炭的坐垫。 坐在垫子上放屁后,垫子能吸收90%的臭味。 九,机造性大肠症后群,此症临床上也会有腹痛, 腹长以及放屁等现象产生。 在饮食上建议您少量多餐,不要暴饮暴食,吃东西时,一夕嚼慢咽, 以免一起吃下太多空气,而容易产气的食物也要避免食用。 每天喝杯优烙乳,有助于改变肠味道细菌。 想少放屁。 那就看看这几种食物,萝卜,肠鱼顺气渐味,对气欲上或生痰者有清热消痰作用,以清萝卜疗效最佳,红皮白心者次吃,胡萝卜无效。 最好生吃,如味有并可做萝卜汤喝。 玫瑰花,漆茶时放几瓣玫瑰花有顺气功效,没有喝茶习惯者可以单独泡玫瑰花喝,或者将香气扑鼻的玫瑰花插在居室的花瓶里,呼吸进花香也能顺气凝神。 莲藕,藕能通气,还能健脾和胃,养心安神,艺术顺气佳品。 以水煮符或稀饭煮藕疗效最好。 茴香,茴香果实做药用,明晓茴香,嫩叶可食用。 紫盒叶都有顺气作用,用叶做菜线或炒菜都可顺气,健胃,止痛,对生气造成的胸腹胀满,疼痛有较好疗效。 山渣,山渣,山渣擅长顺气止痛,化石消肌,是一气果实造成的胸腹胀满疼痛,对于生气导致的心动过速,心律不齐也有一定疗效。 生吃,熟吃,泡水,各种食用法皆有效。 青菜,能通力肠胃,无论气质腹胀或食质腹胀皆宜,缓解胃不舒服。 青菜含丰富的维生素和食物纤维,能刺激胃肠的蠕动,通力二变,帮助消化,消除腹部胀满不适。 姜豆,含多量的食物纤维和维生素,有帮助消化的作用,对食致腹胀者尤为适宜。 四川中药制,中记载,姜豆腱脾胃,消食,致食肌腹胀成都,常用草药治疗手册,排介绍致食肌腹胀,矮气,生姜豆适量,细嚼咽下,或导容泡冷开水浮。 生活中注意,饮食少放盐,一次性吃盐过量会让身体存水,从而产生胀气。 因此要尽量避免高盐食品,如包装食品,油炸食品,尤其是罐装浓汤和素食面,一份含有的盐分就接近体一天的需求量。 应多食用新鲜蔬菜和全麦食品。 维生素不宜饿补,富含纤维的食品可以帮助消除脏气,但如果以前吃的纤维素少,现在突然加大摄入粮,同样会让你感到肚脏难受。 因此,在饮食中逐渐加入纤维食品,就可以顺利摆脱脏气烦恼。 多运动,当门在运动的时候,能够快速地排出身体的废物、气体,这些物质在门运动的时候,能够被排出体外,同时,对于消化有很好的帮助。 在平时保持一定的运动量,不仅仅能够强身健体,对于预防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也有帮助,希望大家能够科学,合理地进行运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